好 又到了我们一日主播的 单元现场的节目 我是李清 那么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呢 一日主播的主角 哎 我看 我们这团画面上呈现的是呢 哇 这个是非常热闹的 这个海洋生物 这是我们这团卫兵所看到的吗 来 现在问了一个摄影师 给我take过来一下 OK 这是我们今天的主角吗 OK 也算是一半的主角了 但是呢 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 在刚刚节目里头 我们一再的要来 谢谢我们的海科馆 路上造交真知珊瑚的承办人 郑淑金小姐 来 我们欢迎郑淑金小姐 远从基隆来到我们高雄 欢迎我们郑淑金小姐 大家好 OK 另外呢 还有就是我们的志工之女 杜丽娜小姐 大家好 OK 那么今天 没怎么说呢 真的是很不妙 很不巧这个脸书大当机 OK 但是没关系 大家还是可以看得到我们的这个现场的直播 但是请大家呢 是换一个方式好不好 打开你们的YouTube OK 打开YouTube 然后直接来搜寻珊瑚很有事 您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了 就换一个方式来看 好吗 OK 那么今天呢 我们邀请到的这个 郑小姐跟我们的杜小姐来到这里呢 要聊到的呢 其实是一本书 对不对 郑小姐 是的 这本书 我们现场就有 我们拿起先拿起这本书 让大家看一下 这本书呢 珊瑚很有事 刚每周一书呢 我们已经好好介绍了一下这本书 OK 这本书 先麻烦我们这个郑小姐来介绍她一下 她刚出炉的对不对 对 她是刚出炉的 而且是热腾腾 她一月底才正式完稿的 那这本书其实取名叫珊瑚很有事 很重要一点是因为 其实珊瑚代表了很多海洋生物 很重要一个指标性的一个生物 那她为什么很有事呢 她其实真的很多事 她必须要生存 她必须要繁衍下一代 她必须要提供人类一些 可以吃的东西的一个 生物的栖息地 然后呢 她其实是有造教的功能 也提供了一些 陆地的一个秋气的地方 那很有趣的是 她呢 不只是她提供的这些事情 很忙很有事之外呢 她现在面临的问题也很有事 因为我们的海水的 垃圾的问题呀 海水酸化的问题呀 气候暖化的问题 也造成她的一些生存条件不利 所以她其实有很多事情需要我们去探讨的 所以意思就是说她已经发出了SOS了 是的 所以呢 大家如果记忆犹新的话 2016年这个澳洲的大宝礁 因为海水的温度上升 所以呢 大概三分之二的珊瑚都死掉了 是 哇 这也是给大家一个非常大的警讯 对不对 对 而且其实有专家学者说过一件事情 如果今天我们的大宝礁的珊瑚 其实是她可以自然富裕的 因为我们所有的大自然都有自愈的能力 可是她如果要完全恢复到之前的样子的话 需要我们的海水的环境是马上立刻变好 然后再经过50年的修养 她才有办法恢复 50年啊 是 哇 所以大家你看看哦 大家不要想说呢 只注意到这个澳洲的大宝礁 其实呢 珊瑚礁就近在咫尺 对不对 是 像基隆 墾丁 还有呢 澎湖 大家知道吗 我们身旁其实都很多的是很漂亮的珊瑚礁 对不对 对对 OK 所以呢 它生长在什么样的环境 对人类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其实基本上 珊瑚很有事 嗯 OK 其实这本书呢 它分成两个部分 在前面的部分呢 它所介绍就是一些珊瑚的宝玉 也教大家呢 去好好地认识一下珊瑚 那么第二个部分呢 其实就是我们今天 这个一日主播呢 的重点了 那就是 珍芝珊瑚的首作 对 OK 这是邀请郑小姐跟杜小姐来呢 最主要的这个 哇 这是很欢迎哦 那么 来 我们再把镜头呢 take到我们的主角之一 好不好 来 我们看一下 哇 今天这个 我觉得算是百宝箱吗 海底百宝箱吗 嗯 应该它是算是一个 我们一个珊瑚教的展示箱 因为我们其实第一年的时候出去 因为我们其实是跟 环保署合作这样子一个案子 然后到学校去宣导一下 有关于珊瑚保育的知识 跟它的 呃 现在面临的问题 所以呢 我们就呈现了这样子 可是我们之前都是 散散的 拿出来之后再重新装置 可是我们到了 去年之后 我们发现一件事情 其实心灵箱是一个 非常棒的一个展示箱 打开来 它其实有说不完的故事 是 所以我们就把它展开来之后 它其实就是一个 珊瑚教的生态系 哇 大家看得到 有什么样的一个生物吗 来我们再请珍瑚姐 再好好来介绍 这一个 行李箱里头 我看到最上头那一只 海龟 啊 对 来看一张 好 那其实这个 我们今天 我们今天虽然有织女过来 可是其实我们在 第应该是2016年的时候呢 我们已经有举办过一次的 珍质珊瑚的展览 那还是由学校 参与的学校做出作品来 然后到海科馆去参赞 那因为有些学校 因为学校学生已经毕业了 所以他就把作品留下来给我们 那留下来给我们的时候呢 跟我们配合了一个艺术家 Sue Bamford 那Sue Bamford呢 他就把这些东西整理起来 我就说我们这样每次出去 都还摆一次 那就比较花时间 那我们是不是把它做成一个 这样的箱子 所以他就重新上了底色 然后把这些东西装饰在上面 那这些上面的 其实这些作品大部分来自于 高雄的一个学校 一个高中的一个学校 他所呈现出来的作品 你看小朋友都可以做出来 所以你小朋友做可以做出来 我有点怀疑 我是不是可以把郑小姐口中的最简单的水母 是不是可以完成 可以可以 OK好 那其实在我们最左边 这是我们的杜丽娜小姐 你是我们海科馆的志工织女 OK这不是牛郎织女的织女 这是我们要用勾针 要来做一些针织珊瑚的织女 可以先聊聊您跟海科馆结缘的原因吗 就是海科馆在赵木志工之后 我就跟我老公一起参加 在99年的时候 到现在 到现在 所以他算很资深的 没有还有更资深的 还有更资深的 真的吗 所以我刚刚看了一下你们资料 所以他们应该都算是一个非常专业的 一个就是对在这个用勾针 要来做针织的这个部分 其实都很专业了 其实都是业余的 真的都业余啊 对 因为其实我们这一次就是为了这个计划 然后开始重新拿起勾针来做 那其实这有很多我们去学校 或者是去社区在做的时候 跟我们现在的子女 一开始在操作这件事情的状况很像 就是我们在小时候 可能都有所谓的家政课 那可能有做过这样子的事情 甚至于是有些人小时候 就开始帮忙勾支一些东西 然后来去卖钱 那他们我们所有的志工也都是一样 重新拿起来购置的时候就开始有聊不完的青春故事开始 然后再加入我们的海洋的环保议题开始在操作这件事情 那我们其实之女很有趣的是 因为我们每天在之所以叫之女 可是我们有另外一个志工很有趣 他就说你们这都是恰杂母 恰杂母 对 恰碰西 对 我还会这个词哦 恰杂母 芝嘛对不对 哦 恰杂母 好啦 我跟恰杂母有意思吗 好 那像杜小姐你这样子的话就是 你需要常常去参与这个活动呢 就办活动所会 办活动就参与 OK 比如说到社区或是到学校去 都有 OK 就是由你们去带领 然后教小朋友 怎么来做争知 对 那你觉得像比如说教小朋友啦 或在社区 万一他真正是 比较寒斑 像我这样 可能手镯 比较没办法上手的话 你都怎么去教他呢 哦没有 其实没有手镯的问题 只是他有没有兴趣而已 哦真的吗 对 大家都是因为兴趣 不是手镯 副手镯的问题 那我那刚开始 他们都不会的 会不会拿勾针 我都用手织 手织 对手织也可以手织 手也可以代替勾针 对 像这个索针的话 这是索针 这是手织的 它的 所以它的那个会比较宽一点 对对对 距离会比较远一点 对对 但是也有不同的味道 对 反而更像 OK反而更像 对 这样更像那个一样 对啊 就像水母的这个栩栩一样 对 OK 所以呢 如果你勾针没有办法很快上手 可以用手织的方式 对对对 这也是另外一个创意 也不错 OK 那当然了我们说用艺术来说 来诉说这样一个海洋遭遇这个问题 我觉得这个发想蛮好的 有没有 对啊 你想想 觉得 艺术和这个海洋遭遇这个问题 其实因为我们常常在上课的时候 都是用说教的方式 所以大家都会觉得这一体好硬 然后听久了就会觉得很烦 可是如果当你是用美的观点 艺术的观点 去看这个东西的时候 你会发现 它比较容易接近 它比较容易接近我们 贴近我们 所以当我们珍珠山谷的展览一开始的时候呢 大家会说 哦这好漂亮 来拍照打卡 这个时候我们志工就会上去跟他讲一下 珊瑚的事情的时候 他就比较容易接受 OK 那当然了 说到了这个艺术啊 我们知道了 我们是跟这个英国的环境艺术家 苏伯弗 是 OK 他 我不晓得当初为什么会他从远从英国来 然后跟海科馆来做接远呢 这其实很有趣的是我们在2015年的时候 他在海科馆办了一个环境艺术 那环境艺术就是潮艺术 那刚好是他是三百位的征选的一个外国艺术家之一 他做了一个作品就是去捡海费 然后做成很多的小人偶 然后放在我们海科馆的各处 他叫海洋代言者 他其实要告诉大家是 这些海费呢 其实要起来控诉大家 海洋要起来控诉大家 说你们把垃圾丢了很多到海里面去 那我们其实在我们主任 就是我们展示教育组的陈立署主任 陈博士 他其实对真知其实手做的东西也很有兴趣 那他就有看到一些外国人在做的东西 例如像上面那个卷卷的 就是我们等一下可以看到 他例如像上面那个卷卷的那个东西 他其实跟数学可以结合的 哇 这就跟数学 这我头大了 所以很有趣的是他就觉得这个很有趣 然后那个艺术家刚好在我们的 在我们海科馆 然后他们就跟他讲说 这个我也会做 而且他在他们的英国社区也在操作一些 像这样子的议题跟一些老人家操作 所以呢他们就说好吧 那可是我们又找还没有找到什么经费 那第一年 可是那时候我们朝艺术结束了 那这个书 Banford 术也回去英国了 但是后来他也跟我们主任一直通电话或是通邮件 感觉有一件事情就是好像没有把它做完 所以我们我们主任就一直跟他讲说 哎 我很想做 可是那个书就说 我也很想做 那我们主任说 可是我没有钱 那书就说 但是我有时间 OK 那怎么办呢 结果我们主任就跟他讲说 那你有办法 你有办法来到台湾 其他一切就由我们这边帮处理这样子 所以那书呢 就去跟其他的他们当地的人去募集机票的钱 来到了台湾 操作了第一年的真知珊瑚 那一年他就住在我们陈主任家里 一年的时间 应该是说只有三个月 三个月的时间 也挺长的了 对 OK 所以这些艺术的发想都是来自于这个书 其实他是带给我们另外一种 他可以说 我们是试着用艺术的方式来去看这个海洋的世界 所以他其实带给我们不是说去怎么如何去装置 而是他带给我们这样子一个环境的一个艺术的概念 对 OK 那当然了 这个海科馆呢 能有这样的一个艺术的一些创作啦 但我觉得呢 是不是种子老师的这个训练呢 其实是很重要的 像我们这个杜小姐 他说他还不是最资深的 OK 可以聊聊看 你们这个中子老师呢 是怎么样来做一个养成的训练 你怎么来接受这个海科馆的训练 其实我来海科馆的时候他没有这个活动 还没有 对 那是我第二年的时候 他就是2015年的时候才有这个发想 那时候大家开一个正式演习班 那我们大家有兴趣的话会勾的人大家都一来上课 那我们就去上课 结果勾 这功效很简单 可是那时候没有那复杂 还没有很多生物 你越勾越复杂 对 对 对 所以就比较简单的 对 然后先让大家产生兴趣以后再慢慢的去进步到现在这个程度 所以一开始只要你会基本的这个勾法就可以了 对对对对 OK 像比如说我国中的时候我们家政课勾的是围巾 那个都是最基本的方法 对对对 只要会勾围巾一定会勾这个吗 对 那好像我应该也可以 每个人都可以 每个人都可以 OK 所以那时候你在接受这样一个养成训练 大家花多少的时间 我们没有在计算什么时间 就是说今天的活动大家就一起来参与 然后分配什么工作我们就去做 然后就是有的到户外 我们要去外户外 管外教学这样子 然后就过去了 或是说在馆内社 像我们每次展览都有新的作品 都会想一个主题 那你就要根据这个主题 然后创作一些东西这样子 自己想吗 大家一起想 大家一起想 对对对对对 比如说要去勾勒怎么样的一个 勾针要怎么来勾 要怎么穿 这是由你们自己来想吗 会很难吗 其实不会很难 就是他告诉你一个 就是说我现在要勾一个生物 那我需要什么样的生态 然后那你就把那个形态勾出来 那有一个专人在知道 在这里的 在这里的 在小学 他是促进我们很多很多生物的 生出来的一种一个功能 然后他像今年就有很多标本的 跟那个真的一模一样 就像一模一样的 然后就来勾勾那个十种左右 好像这个就是跟真的生物很像 对啊我看这一张 真的完全耶 郑小姐刚跟我讲说 绿色的部分是真的 然后左边这个咖啡色是枝的 大家看得出来吗 这里其实也是啊 这边这一张也是 这个就是他知的 这个就是他知的 那另外这个角落这个地方呢 其实是他勾知的 那另外这个是真的 狭虎照片 大家看得出来才怪 真的是看不出来耶 完全是微妙微笑 很像很像哦 OK好 这是呢 还要谢谢我们这些织女啦 这带领着大家呢 那当然了也代表着海科馆呢 到社区到学校去呢 让这些孩子哦 让很多的民众能够接触到 这样的一个真知艺术哦 OK那其实我们去过很多地方耶 社区也好 社团也好 学校也好 对 我们举几个例子好不好 您最难忘的 最难忘的 对对对 其实我们去 呃 去好几个学校都很难忘 因为我们不只是做环境教育 其实我们在 也在从同时 同时也产生了一些 人跟人之间的互动的一些 环境教育 其实我们在环境教育里面很缺乏 就是人文的环境教育 那像我们去 呃像 应该是台南 台南 对台南的那个西门国校 那他现在西门石校 他其中就有一个小朋友 他其实 那个小朋友呢 他其实很小的时候 就是可能妈妈就已经过世了 然后他就封闭他自己的心 之后他就是不太喜欢跟人家聊天 然后功课也不是很好 可是他 后来我们去上完课之后 他开始在操作这个真知的时候 知完了 然后他们就觉得说 诶 这个小朋友 发现了 他这是他的兴趣 然后呢 他就开始一直知 然后越知越高兴 然后就自己想办法 去知了非常非常多 不一样的东西 他自己想象的 他只是利用基本的真法 去创造很多东西 之后他就会拿去跟校长 或是去跟老师分享说 你看这是我做的 反而开启了他原本封闭的心 诶 用这样的方式 是 是 哇 让他也许可以忘掉一些 这个比较不好的回忆 对 OK 这是其中之一 对 然后像男容国小就有那种过动儿 就是他可能一定要吃三次药 非常的 非常的那个严重的那一种 可是他呢 在真知的时候呢 他反而可以静下心来 甚至可以坐下来安定 大概坐到十分钟左右 然后呢 再加上像高中的部分 吉人高中 那你要想高中生对于 课业压力非常的大 然后其中有一个小朋友 他就是每次上课就是睡觉 每次上 因为我们是带到社团里面去做 所以他每次上课的时候 他觉得这社团 我只是来混时间了 所以他就在睡觉 可是当他我们开始 强迫他去勾了一下子之后 他勾勾勾勾出兴趣了 他反而后来 很认真的在上这样子的海洋课程 最后他还告诉大家说 我以后要往纺织的方向去操作 找到兴趣了 不睡觉了 所以其实在这当中有非常非常多 不一样的故事可以产生出来 我还听说 因为那天我大概看了一下 你们有一个这个妈祖新衣 很有意思 我在阵容非常的庞大 来我们还在书里头 对对对 好翻吗 其实我照片有给你 不知道有没有印出来 好像 应该在我最后 应该是没有 没关系 那个是我们云林国小 三轮国小 就是三轮国小 三轮国小的 三轮国小的小朋友 还有妈祖 对 因为其实我们去的时候 看一下 对 在这个地方 OK 比较小 图比较小 因为他 应该是说老师刚来的时候 云林那个地方虽然靠近海 但是他们其实对海洋环境教育 这件事情 对他们来讲 其实接触 真正接触 然后认真去接触的人 其实比较少 所以他们老师来海科馆 研习的时候 就是我们在操作这件事情之前 我们都会请老师来做研习 那研习的时候 老师就提出来说 我们云林没有珊瑚 那没有珊瑚怎么办呢 我就说可是云林 其实有很有名的东西 就是妈祖 那妈祖为什么跟珊瑚做结合 其实如果说你去 看一下我们肯定的 珊瑚残卵的时间 大概就是妈祖生的时候 对 而且妈祖是海上的守护神 对 云业广播电台 所以刚刚到 所以呢 其实就变成有很强烈的一个连结 那他在这个作品里面呢 他也放入了他们在地的元素 蚵仔卡 当成他的底座的装饰 因为其实珊瑚必须在硬的底纸上面 才能生存 那那个蚵仔卡其实是硬的 然后另外他很有趣的是 你不要小看这些 他是国小的小朋友 可是他的那个千里眼跟顺风耳 是五年级小朋友织出来的 哇 还有千里眼顺风耳 对 OK 哇 这阵容真的很庞大 哇 蚵仔卡也可以织得出来 蚵仔卡 没有 蚵仔卡他有想 想办法想要去把它织出来 其实都可以 这基本真法 他们有办法去想象 其实都OK 拜托 蚵仔卡那样简单 你看 人家这个NEMO的帽子的 就织出来了 好不好 这超难的 大家不会觉得很可爱吗 对 这是可以带 我带有蚵仔卡 可以带 然后请到海科馆 有没有 超可爱啊 我应该这样吗 这样 对 点击相线 超可爱的 所以小孩都很喜欢 带这一支 这冬天如果天气很冷的时候 我就觉得带着这个 应该也很温暖 对 这不错 而且会很引人注目 对啊 超可爱的 这难哦 这个这么大 大家要吃多久 这一支NEMO的帽子 真的要三个钟头以上 才三个钟头 其实是它不会很难 只是 吃法比较多一点 零件比较多 对 零件 对 像它这个啊 最难吃的部分在哪里 来 杜小姐来帮我们介绍一下 这个最难吃的啊 对 好像对我来讲都很简单 都很简单 对 都不难 对 都不难 对 都不难 因为它基础的针而已 它没有什么针法 都算基础的针 对对对对 那如果说 在我们这个皮箱里头 你觉得比较难 困难度比较有的 应该算是哪一支 刚才是 最上面的那一支 最上面哦 就是有那个卷卷那一支吗 对对对 为什么 它是 也就像 郑小姐讲的 它是要跟数学来做结合 对不对 对 它讲的是章鱼 哦这些啊 哦这也好可爱的 这是我们志工自己去勾的 不是我们的创作之内 他自己在家里 把它摸手出来 而且它这个线不是一条线 它是一条混线没有错 可是每到一个段都把它剪掉 然后再去把它拼拆起 而且它有口的颜色 对 所以才会形成这样子的颜色 层次感 对对对 有层次的感觉 所以这比较贵 对这个贵 这可能要两年来做吧 你没拿 你没有搞完两年 好像一个晚上两个晚上就吃完了 太厉害了 这是高手 真的是高手 哇这超好看的 这家 而且它很 你看它 对啊 你看它的虚 微妙微笑 有行吗 这个放到海底哦 那可以关在你脖子上 哦是哦 好啦那我这次就是我的了 哈哈哈 超可爱的 好温暖耶 真的那么安静就温暖了 对 冬天这样子也不错 而且只有我有这样子 哈哈哈哈 只有我有这一次 好啦 那个谁 他都会带一支什么 那个是 蔡康勇 蔡康勇 对对 那我今天就带这一支好了 哈哈哈哈 哇今天真是太丰富了哦 那当然其实呢 今天我们还有实作的部分 嗯 但时间真的没多 那我做下去 可能可能两个两点 但是今天我就在旁边看就好了 我们请专家 请我们郑小姐跟杜小姐来帮我们做 呃他口中说的这个最简单的部分 水母 对 就是这些 这些 哈 但是我们有半成品啦 对 因为其实我们都会带小朋友去操作 对 呃 因为你要吸引他 现在其实DIY很风行 对 所以你又不得不想出DIY的方法 然后要让小朋友能够做 因为DIY都是幼小朋友 幼幼的小朋友要去操作 对 所以我就请织女呢 就是请我们织女们先做好这样子 小帽子一样 对 嗯 对 那你把它 这样子也可以 所以其实很有趣的是 它可以有很多的造型 好 这样子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要把线拿出来 好 这个要 这个一下子就可以织好对不对 对 你可能几分钟就好了 对 我像也是 好来 继续 那不管是大人或小孩 如果他从来没有织过 我们还是一样会从最基本的针法 就是索针开始教起 索针是最基本的 对 好 当然起针 那镜头稍微那个来特写一下我们杜小姐的手 我现在在织的这个 这个叫手针 手针 手针的部分也就是我们平常 我唯一会的就是那个围巾 所以我从事要问围巾的部分 所以一开始围巾也是这样子 对 也是这样子 对 其实水母我们只是做它下面的那个触手的部分 触手 所以他只要用这种方式一直练织下去就好了 对 就一条越来越长这样子吗 对 OK 看你要勾多长 对 然后更小的小朋友 其实我们就会教他用手 手 手针 对 那手做的部分呢 对 手做的部分其实我们就叫小朋友说 你看这是大鱼的嘴巴 我们要喂他吃东西 那记得把它吃过去 这样子 其实用手的部分也不难 对 看起来不难 不会很难啊 不会 你继续抓就好了 就继续把它抓 就一直抓一直抓 OK 就是跟小朋友说 你看你吃东西大鱼一直吃一直吃 它才会变大 OK 对 那颜色就是看小朋友自由去搭配 对 OK 他自己可以去想象 哇 那很有趣的是小朋友在做的时候呢 他会跟我说 老师我要帮他做眼睛 哦 水母没有眼睛 水母没有眼睛 好吧 你就想象吧 OK 好 就是你看杜小姐就这样一直勾 对 不断的勾 对 那等一下把它组合 组合是把它抓起来吗 抓的差不多 不等长 对 然后再把它缝进去 是一个 对 也办成品里头 对 那其实我们都会跟他说 老师你到底要做多长啊 我就说做你的身高长 那这个时候矮的人自己就会很紧张 因为他可以不用做那么高 还可以提早完成 对 他就可以不用做那么高 那有些偷懒 像用抓的他就会很偷懒 就是那个洞就会抓很大 对 抓很段 然后手就可以少做一点 OK 但大也OK 对 对也无所谓 因为你像幼稚园的小朋友 他其实他的小肌肉还没有发展完全的时候 拿勾针其实是不方便的 我们自己进到学校去教小朋友 其实我们都会发现一件事情 就是三年级以下超难教的 真的要把手 把着手去教他 可是如果像这样子就差不多完成 这个就差不多 对 好 这还没有到你的身高 好没关系 今天真的要做到身高 好那接下来就会请我们的老师帮忙 把他穿过去 OK 然后通常我们会把它做成一个项链的样子 给小朋友戴起来 我们有做过几个幼稚园的小朋友呢 来参加过我们的DIY之后呢 他每天一定要戴着这个 他觉得戴着这个才是公主 OK 好就是这上头还在留一个 因为我们就直接这样子穿过去 好 我先在下面打一个结 他比较会松掉 杜小姐这边也好了 对 就是从他头中间的部分 再把它勾上来 对 然后再请小朋友呢 把勾针穿进去 那他就有用到勾针了 他就会觉得 终于用到了 对 然后就请他说 你把它拉出来 好拉出来 好 耶 这样就完成了耶 这样子就完成了 打个结就好了 打个结 让他不会滑动 所以你也有拿勾针哦 对 这样子耶 对 你看 这就不规则 也不用一样等长 对 对 不要等长 对 那当然他住的越长 他的处需的量 就会越大 对 然后这又是不同的质感 这是勾勾 用勾针勾出来的 是 不同的质感 但是你也可以混 对不对 对 有勾的 然后有手的 对 所以就会这样子 都不错 好可爱耶 真的 不用十分钟啊 对啊 你们三分钟就完成了 对 超快的 那当然大人做完了 下面这个部分 他还有兴趣的时候 我们才开始教他第二个 比较基本的针法 就是短针 短针 对 那短针做完了之后呢 他其实就可以开始做 像这样子一个圈圈 那这就是每一层都是短针 所以他其实不难 其实不难 对 好 那如果啦 我今天买了这本书回家 是 然后里头真的有很多 教你怎么勾 有 我看 我看 绝对看得懂 真的吗 我们在画这个 其实也不是专业的人士在画的 是 是我们另外一个织女帮忙 操作画出来 他里头都有很详细的织法 非常详细 真的很详细 我们从共同的针法 也就是从最基本的起针 从起针开始 从起针开始 我们就有教 怎么样去让他有一个圈圈 然后做一个起针 起针的动作 做完了呢 起针做完了 其实他就是一个锁针的概念 然后我们就会告诉他 开始做锁针 就是锁针 锁针之后呢 就是短针 我们叫他做一个短针的做法 那短针的做法操作起来 就可以先让他练习 像我们旁边有那种 卷卷的那个东西 其实就是练习的 像这个就是短针练习出来的 短针 这是短针练习出来的 让他们可以去练习这样子 练习完 他其实做这样子 有没有像珊瑚的其中一个 有啊 对啊 很像片状 片状珊瑚的那种概念 其实就很像了 所以呢 他就开始就做像这样子 做一个圆的部分 那这就是水母 一开始的一个操作的方式 对 然后其实起针之后呢 我们还会告诉你 中间还会针 告诉你说 所谓的加针跟减针的做法 另外还有所谓的中长针 长针的做法 因为不同的针法 它其实可以变成 有不同的一种感觉 实感 像你刚才看到 那个帽子的上面 它其实就是长针的概念 对 对 然后后面就会开始 用最基本的 最简单的轰鱼开始 你看它就是短针这样子 织法 全部都短针 这几乎全部都是短针 短针跟锁针 锁针第一排 然后就像 就是短针 织完 其实上下两片缝合起来 就完成了 哇 就是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 或者是你已经对于这个 钩针 已经有基本的概念 是不是更容易上手 对不对 而且我们里面有十种生物 包含珊瑚 总共十种的 都很可爱 对 我下次希望 能够学到 能够把那一只 安康鱼把它给解决 我那只安康鱼都非常的可爱 瓜叔 你那个难度都比较高 是 因为它还有支出压齿 那是真的是很厉害的 OK 好 这次呢 在我们今天呢 郑小姐跟杜小姐来呢 主要呢 也要来跟大家介绍 这一本珊瑚很有事 除了要告诉大家呢 这个珊瑚的保育重要性之外呢 那么 珍芝珊瑚 这个路上造教这个活动呢 那其实 大家也可以来参与哦 如果在其他县市 不是住基隆的朋友 有没有机会来参与 这样的一个活动 其实我们很可惜的是 今年我们本来原本还要在 请环保署继续补助 是 但是因为环保署告诉我们 他们今年没有这样子的一个计划 可以帮忙处理 没有啊 对 但是其实我们就是 现在有一些 我们已经做好的作品 呈现了一个珊瑚 教的一些作品的展示箱 如果有 有意愿的话 可以 其实我们 可以愿意移诊 可以移诊 对 那透过移诊 然后或者是 其他的方式来 可以邀请我们 去帮你们做珊瑚保育的一个课程 那我们的课程 就会像 说封面所讲的 我们还告诉你 珊瑚保育的一个课程 再来就是环境艺术 因为其实我们 透过艺术的方式 去接近这个环境 会更容易 然后再做手支 就是我们的课程 大概就是会这样子的呈现 所以也可以 一样是 像过去一样 如果说 这个社区或学校 有需求的话 可以跟海科馆来做接掌 是 这样也是一个方式 OK 我想的 这郑小姐 他们还是很愿意 来做这样一个 推广的活动 但是我们其实 今年不只是 这样子的一个 珍珠珊瑚的延续 其实我们今年 也延续另外一个计划 其实就是 跟海岸的保育有关 就是我们的水质检测 水质检测 在那个板子 好 来 我们来看一下 对 因为其实 做水质检测 其实是 我们 从珍珍珊瑚 衍生到我们后来的一个 公民科学家的一个概念 镜头看一下 对 衍生到一个 公民科学家的一个概念 所以我们在做一个水质 海岸水域的那个 监测公民科学家的培训 那因为我们看到垃圾 我们会去检 可是水里面有什么东西 我们其实不知道 那透过一些 简单的检测之后呢 我们可以知道说 这水里面到底是 有什么样子的东西 例如硝酸也比较高 或者是亚硝酸比较高 或是磷酸比较高 然后去看这个检测的结果 那其实这是 科技部的一个计划 如果你们有兴趣 其实我们可以去 就是今年度 我们会以这个来主推 对 那这个活动的一个推动方式 就是可以来跟我们申请 我们可以到校去 就是去帮大家 做这样子的一套课程 以学校为主吗 尽量是以学校为主 尽量是以学校为主 对因为科技部的要求 要从这个 从小扎根 让他们了解到这个状况 对因为我们要培训的是 一个公民科学家的概念 对 用公民科学家的概念 一个科学的方式去培训他 然后收集到的资料 是变成是一个有用的 有效益的资料 然后提供给我们 可能是科学家 或是提供这些数据 给我们的政府机关 能够做一些参考 或是分析 OK 这是今年度的一个重点工作 是 OK 但是呢 这个所谓的政治珊瑚呢 也没有让他闲着 这么多宝贝 这么多可爱的这些创作 当然就不能冰冻起来 那就太可惜了 我记得应该是这个月底 海生馆会跟我们借 应该会在高雄稍微展出 真的吗 是 到海生馆去吗 不是 在高雄 在高雄 那大家要稍微注意一下 留意一下 一定要注意一下讯息 想要看到这么可爱的 这个珍芝的一些作品 哇 真正 大家来一定会觉得 哇 赞叹声连连 对 还可以拿 还可以当帽子 这今天 今天的作品真的是 我们郑小姐跟杜小姐 把这个压箱宝全部带来了 对 全部吗 没有 几乎全部 几乎全部 来 我们这边有几张照片 来 这是刚刚我们的这个 水母 这是在你们海科馆里头 对 这是在我们主题馆里面 这其实是我们整个 今年的布展计划其中之一 但因为它是挂在天花板上 你看到的这个梁 其实是我们 因为我们的主题馆是 以前的北火电厂所遗留下来 所以这个梁 其实有80年的历史了 那我们是挂在上面 那因为我们的 我们自己的广务人员说 它很漂亮 所以就不要拆了 所以我们的水母 现在目前 你只要到海科馆 都还可以看到这样一个水母隧道 大大小小的 是 好可爱 好漂亮 对 好 那当然了 要看到这么棒的一个 一个创作的一个作品 那么也许就是大家可以提出申请 跟我们海科馆提出申请 再来做一些展示 是 OK 那么其实呢 我们说海洋是生命的起源 但是呢 我们海中的这些珊瑚礁 因为气候变迁 或是人为破坏 其实面临了一些危机 那么当然了 我们也希望呢 由海科馆所发起的 这样的一个活动 让海洋的教育 能够从基本从基层来做起 就从这个小朋友 甚至小小朋友 对于这样一个环境的生态 海洋生态的保护 能更有意识 是 好 那么今天虽然就40分钟 OK 但是呢 我们也再次的谢谢 我们这个珍小姐 还有我们的杜小姐 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跟我们展示了这么棒的一个 一个很久 就很久已经没有碰的这个勾针 跟这个毛线 那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 你会觉得说 哎呦 概性不错 好像蛮好玩的 可以来试试看 还有这本书 其实接下来 这本书是打书啦 对 接下来 其实它是会 它其实是会有 POMO的活动 也会有活动 对 所以如果说 有兴趣的话 可以就是关注一下 我们的海科馆 国际海洋科技博物馆的官网 不是海生馆喔 那高雄常常会误认为是海生馆 是海洋科技博物馆 基隆的海科馆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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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雄是海生馆 对 对 对 好 大家不要搞错了 好 我们今天再次的 谢谢我们珍小姐 还有杜小姐 来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 OK 珊瑚很有事 那我们最后就来听这首 大嘴巴的 有事吗 真的有事 大家要多多关注 谢谢珍小姐 谢谢杜小姐 谢谢 OK 我们一日主播 下次再见了 拜拜 拜拜